这个男的被老板坑惨了 辛苦工作20年 结果老板是个骗子 为了追回养老金 他把目光投向对方的黄金法拉利 但问题在于 这辆车停在65楼 这个大楼经理名叫乔哥 今天是他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由于老板被爆贪污 他和手下员工的养老金全打了水漂 乔哥气到爆炸 他来到公司顶楼 对着老板的法拉利就是一顿打杂 我看看有钱人的生活到底多枯燥 乔哥被炒了鱿鱼 并被FBI责令不准进入大楼 尽管如此 乔哥的行为还是赢得一名女探员好感 他告诉乔哥 像老板这种金融大鳄 一般手头会有备用金 乔哥心动了 他找到自己的工作资料 一顿分析后 认为老板把备用金藏在了墙内的保险柜里 于是他拉上几个也被炒鱿鱼的同事 打算干他一票 同事心里发虚 想干是想干 可咱也没经验啊 于是乔哥又找到自己的窃贼朋友 小黑 让他教他们两招 小黑一看 这几个人明显是零基础 他让几人现场偷点东西 当作摸底测试 15分钟后 几人尴尬归来 耳环 鞋子 衣服 乔哥则扔出两条内裤 好吧 算你合格 接下来是翘索课 蹲点课 还好几人学得有模有样 小黑很满意 表示愿意入伙 可乔哥刚把保险箱样式给他看 他就懵了 这个保险箱太高级了 搞不起 搞不起 没办法 乔哥只好另寻高人 他找到一位还在岗的同事 胖妹 由于出身于开锁石家 他撬得一手好锁 他教会小黑如何开保险箱 还表示自己可以当内应 乔哥心中暗喜 不过我就奇怪了 乔哥作为安保经理 当年招个会撬锁的 是咋回事呢 这伙打工人 正计划抢劫自己老板 可正策划着 一名同事小白叛变了 他表示老板反聘了自己 加上老婆快生娃 他实在不想跟乔哥搞事情 并表示 如果乔哥还要来偷 自己绝对要报警 乔哥火了 不来就不来 咋还落井下石呢 但没办法 行动还得继续 他从女探员那儿得到消息 老板会在感恩节当天 被送去庭审 这可是天大的好时机 剩余的几人约好了时间 可时间一到 小黑竟然也不来了 原来他学会撬保险箱后 打算独吞备用金 他装成银行人员 混入大楼 自个展开行动 乔哥又火了 这一个个咋这么坏呢 不过乔哥毕竟是乔哥 困难再多 还是要刚 首先他保持原计划 通过从小白老婆那里偷来手机 发给小白说自己快要生娃的短信 小白吓得当场跑出大楼 乔哥趁机溜入 他带着同伙直奔发电室 关掉了发电机 小黑乘坐的电梯瞬间停住 他打开天花板爬梯子 乔哥另一边也猛爬楼梯 终于乔哥等人先到达老板房间 他拿着锤子一顿猛锤 保险箱出现了 而此时小黑也赶到 他举枪胁迫乔哥 可还没嗶嗶两句 赶来的胖妹也举枪对着小黑 小黑只好缴械作罢 此时胖妹开始开锁 一阵操作后 几人蒙了 保险箱居然是空的 小黑不爽了 合着这是在玩呢 他跟同伙争执起来 喷得误开了一枪 可这一下乔哥发现 那辆停在客厅的法拉利 居然是黄金做的 好家伙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备用金 一行人打算把法拉利搞出去 一名同事到楼顶操作吊机 乔哥和小黑则把法拉利吊在空中 把车运到了下一楼 可这时小白忽然出现 他发现自己被耍 打算来抓乔哥 同伙告诉他 这玩意儿可值四千万美元 好吧 加我一个 这会儿窃贼正在偷一辆黄金法拉利 但由于楼层太高 他们打算用电梯送出去 可这时老板和FBI回来了 电梯忽然下行 老板等人进入电梯后 又开始上行 乔哥一伙人站在上面 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还好 电梯在顶层之前停住了 女探员和老板走进房间 好家伙被抢了 女探员迅速查看监控 发现车户一辆卡车正要出发 他断定是乔哥等人 立马派车追击 结果车追到后 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原来这是乔哥的调虎离山之计 不过FBI毕竟是FBI 很快他们就抓到了乔哥等犯案几人 老板幸灾乐祸 表示自己庭审通过 很快就要无罪释放 而乔哥等人不仅没拿到钱 还得去坐大牢 可乔哥微微一笑 没有说啥 到了审讯室后 他放出大招 原来之前在偷车的时候 他在车厢里发现了老板贪污的记账簿 如果想让他出庭作证 就必须释放他和同伙 FBI有点动摇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他们决定不追究法拉利的去向 放走乔哥同伙 而老板最终还是被送进了监狱 同伙们被释放后 偷偷来到大楼顶层 原来趁着之前调虎离山的时候 他们把车藏进了顶楼泳池 接着他们拆下黄金车的每个部件 寄给了所有因老板丢失养老金的员工 虽然乔哥也入狱了 但想到自己为所有人讨回了公道 他还是露出了笑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高楼大劫案》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